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叫你是天下第一美女呢 就是因为长了一张漂亮的脸 才惹了那么多的麻烦 难道漂亮也是罪过吗 如果说能和赵婷在一块 我宁愿长着一张平凡的脸 赵婷 你还记得三年前的约定吗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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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停下 跌住他慢点 快点慢点 别来别来 我们是侯爷公子在此 你们闪开 我们侯爷公子在此 你闪开 假的吧 你那个是真的 我这个也是真的 皇上能给你加血就能给我加血 皇上先给我血的 皇上一天吃三顿饭 你能说最后一顿不是饭吗 皇上先血也是圣旨 后血也是圣旨 看样子比武招亲之前 我们得先过几招 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本事 快闪开 我的驴精了 撞的没命了 我的驴精了 闪开 你们两个人打得女力女气的 有本事打得像个男人呢 公子此言诧异 君子跪在求和 你不去欠价 反倒盼着人家大打特打 真是有伤我辈 跪在求和之本分 你们两个人这样讲得太没意思了吧 我给你们长了个算命的 让他帮你们俩算算 看谁能得到妙周冯之府的千金 想跑 请先生指教 其实啊 世上的事情谁也说不清 放屁 你算命的都说不清 还举那玩意干什么 还不赶紧给这两位公子算命 才子佳人 美满姻缘呢 别云山雾罩的 说干脆点 直白点 公子出身豪门 风流倜傥 妙周冯府千金是女中奇才 你们两个定能结为勤尽之好啊 好 先生吉人吉言 管家 少银一百两 嗯 是 说命的 我呢 公子家财万贯 大福大贵 呃 妙周冯之府一定会把千金许配于你的 我问你 冯之府有几位千金呢 一位 一位千金 怎么他也能取 我也能取 给了挂钱 我就告诉你 哎 算命的 你挺聪明啊 准不准都要拿到钱再讲话 好 哎 快点付钱呢 管家 赏银二百两 哎 算命的 你发达了 拿去吧 呃 待会见面 请吃饭啊 哎 奇怪 酒不准 好 你个穷算命的 竟敢戏弄配少爷 我看你活得不耐烦了 跟我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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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去 老天 你是谁 他是一剑飘红 江湖第一杀手 喂 出招啊 出招 我对谁出招 对他出招啊 你知不知道他要杀你 杀我 我和你无冤无仇的 你为什么要杀我 不是我要杀你 是他要杀你 他杀你单身为了银子了 要杀我的是谁 他不会告诉你的 要杀我的人出多少银子 我出双倍的 出二十倍也没用 为什么 规矩 信誉 你懂吗 我冥想 我冥想 它得大 我冥想 你可冥想 放下 是啊 对不起了老兄 我又破了你的财气 我听说你杀人有个规矩 一旦失了手 就绝对不会再对这个人下手 是不是 其实要想成为一个好杀手 就不能有太多规矩 如果你规矩太多 就成不了好杀手 早晚就会被别人把你杀掉 你跑到天边我也会追上你的 多谢公子出手相救 谢什么谢 你以为我是为了救你才出手的 我只不过是不想让他杀人而已 杀人都不好玩 这 还给我 知上花花 花下人 可怜颜色聚青春 昨日看花花灼灼 今朝看花花欲落 三宰相思为故人 只待方知归洞房 妙洲冯素贞 妙洲冯小姐 乃天下第一财女 若能娶得这样的女子为妻 也不忘活一生 桃老婆又不是考状元 什么天下第一财女 让你看看这个 开个眼界 妙洲冯素贞乃天下第一美女 我东方圣乃天下第一猛男 天下第一美女 理所当然应该是天下第一猛男的老婆 就你这块料 还敢自称天下第一猛男 刚才看见一剑飘红的时候 我看你小脸都下白了 你 多谢英雄 我不是什么英雄 也不想助你们两个 我只是看不惯 你们这两个没出息的东西 一个是侯爷公子 一个是相国公子 为了一个女孩 在这地方大打出手 要是让你们父母知道了 还不打烂你们俩的屁股 你算什么东西 既然知道我们的身份 还敢在这里如此猖狂 直手画脚 东方圣 你敢骂我 小心我告诉你爹 割了你的舌头 你 你是什么人 竟敢口出狂言 报上你的名号来 我乃江湖第一大侠闻臭 放屁 你不放屁 怎么能闻臭呢 给我拿下 英人 乌江湖 forth 给我追 多谢侠女出手相救 你先不用谢 我们救你可是有条件的 条件 什么条件 让你给我们家小姐算命 就算命 对啊 我们家小姐是去妙州相亲去的 你给算算这鬼会怎么样 近日出行不利 扼煞党道 更不宜嫁娶 大凶大凶啊 趁早回头还来得及 怎么非来一只巫爱 真晦气 不 他是我朋友 你朋友 那他呱呱叫什么呀 大概是在说 我刚才说的对吧 那他也会算命 不 他不会算命 但是他会讲真话 这位先生 你一直替别人算命 你可否替自己算过 你和你的友情人 是忠诚眷属 还是老雁纷飞 是啊 我总替别人算 从来没给我自己算过 不是我不想 而是我不敢 三载相思为故人 只待方知归东方 我总替别人算过 我总替别人算过 我总替别人算过